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民国 那么他们自己现在叫中华民国台湾 所以说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包括大陆在内的领土都属于中华民国的 所以说一中各表 之前就有这么个含义 九二共识 但是现在台湾名称 从蔡英文817万选票 那2020年再次连任之后 他就台湾从蔡英文到部会 他们甚至媒体的用词都叫做中华民国台湾 目前这个梵蒂冈 这个国家是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 在欧洲的唯一一个有邦交的国家 或者是建交的国家 那这一次正好在德国的慕尼黑 召开的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那这个会议 全世界的重量级人物都会出席 那在2020年的2月14日 就是昨天 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慕尼黑呢 应约会见了梵蒂冈的外长拉加格尔 那这个观察的面向 非常值得观察的核心要点在于 一直从大概好几年前就开始传出来 说这个梵蒂冈可能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建交 和台湾呢进行断交 也就是和中华民国进行断交 那不知道这个事情呢 在什么时候会发生 但是根据很多人的判断呢 认为梵蒂冈和中国的建交呢 几乎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 那只是说有一些这个事务性的事务呢 事务性的这个磋商呢 还在进行 进行啊 那就看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点 那关键就是中国和梵蒂冈呢 双方之间的这个关键的争议呢 就在于关于这个主教的任命上面 那在2018年的时候 就2018年的时候呢 那中国和梵蒂冈双方签署了一个叫做 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 那这个协议呢 是非常的重要 有利于促成这个天主教徒和中国人民的福祉 汇集世界和平 这是他们这个共同的宣称 那事实上就是在于 比如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教徒 他的这个相当于主教的任命 到底是由中国的这个宗教主管部门来任命 还是由中国的教徒他们怎么样产生 或者是由这个 这个梵蒂冈的这个教廷来进行认定 那关于这个方面的争议呢 双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 那最终呢 在2018年形成了这样一个协议 就是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 我觉得当时在2018年这个协议落地的时候呢 就很多人就猜测了 就教廷和这个中国之间呢 就是梵蒂冈和中国之间的这个 相当于已经扫清了障碍 那就随时可以建交了 那我们也不清楚具体的细节 就是为什么呢 到目前还没有建交 那这一次的这个中国的外长王毅和梵蒂冈的外长的会晤呢 是双方的外长在在历史上面的首次会晤 就是第一次会晤 所以它的意义呢 是非常的重大 因为本身而言 双方从官对官的官方角度来说呢 双方是没有外交关系的啊 那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 双方这个外长进行会面的话 那一定会引起各方的猜测 那最重大的猜测一定就是双方即将建交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 就是蔡英文这个810万票当选之后呢 很多人猜测在蔡英文在第一任任内呢 包括在蔡英文选举选举的时候呢 就是2020年大选的时候呢 他一直操弄的议题呢 实际上是一个反中的议题啊 所谓的叫做 他们所知为的叫做抗中宝台 那正好呢 遇到了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又加上呢 这个中国国家主席领导人提出了 这个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希望台湾的各个政党呢 这个社会人士呢 都能够提出对吧 建言宪策嘛 或者是提出你的观点嘛 你觉得一国两制现有的一国两制方案 你觉得哪里不妥的 那我们可以谈 对吧 那这个呢 被蔡英文在选举过程中呢 把它操作成了叫做这个 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所以呢 把国民党的这个两岸论书呢 打得满地找牙啊 那基本上呢 现在台湾的民意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817万票选择了蔡英文 那选择蔡英文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 我们预计啊 很多人的预计呢 就是蔡英文当当选之后呢 他会采取一些 采取一些这个策略呢 去使两岸的这种紧张关系呢 能够得到一定的落幕啊 或者是适当的缓和 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呢 就是蔡英文当选之后 就是当选之后呢 两岸不仅没有得到适当的缓和呢 他在接受这个 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呢 抛出了一个 应该说向台独方向 更迈向迈进一步的一个说辞 那就是呢 台湾呢 已经是一个独立的 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他的名字呢 叫中华民国台湾 那基本上呢 就是拿中华民国借壳上市 就是把原来的中华民国派 把原来的台独派 那大家呢 裹到一起来 那融合在一起 那形成了一个叫做 中华民国台湾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和这个说辞呢 在从台湾的宪政体制 宪法角度来说的话呢 实际上是不合宪法的 但是 无论怎样 那他抛出了这个议题 那似乎呢 一直在 走两岸对抗的路子 一直在抱美国的大腿 也甚至呢 现在让这个整个大陆的 不管从政府和大陆的这个网民啊 或者老百姓呢 能够感觉得出来就是 好像台湾的民众本身 对大陆的这种恨意和敌意呢 也日渐的加深 甚至是大陆的很多网民 喊出了这个 留导不留人的这样一个口号啊 就是双方的这种剑拔弩张 从政治层面 政府层面呢 向民间下沉 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很多人觉得这个大陆呢 好像不是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 但这个可能是有很多的误解啊 比如说中国有人大制度 对吧 但他也是要通过投票 那他可能这个 这个这个政治制度呢 是不太一样 跟台湾的这种选举的 或者是这个欧美的 有些这个选举的 这个选举制度本身不太一样 其实包括像德国 日本 那么和美国 可能也不一样啊 美国选举人制度啊 等等 那这个呢 我们不深究 总之不管怎样 就是在大陆的这个民意 实际上这个大陆的这个领导 领导人啊 或者领导者呢 他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视 大陆的民意的 如果大陆的民意 在网上面呢 就是和台湾的这种敌对 日渐升高的时候呢 事实上 的的确确会让两岸的这种 和平的 和平的曙光呢 出现 就是和平这一派呢 会变得越来越少 那可能会主张摩擦 或者鹰派的人物呢 使得这个声音的越来越大 那使得这个战争的风险 虽然我们认为战争的 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不高 但是至少他战争的风险 或者是滑向战争的 这个现代战争 也不一定是打仗 对吧 那可能经济上的不合作呀 那这个往来人员的减少呀 那甚至是一些这个 相互在国际上面的一些角力呀 那其实这也是一种 相互的一种消耗嘛 对吧 那这一次呢 就是随着蔡英文 他在这个 就是选举之后 还在操弄两岸议题呢 我觉得呢 应该是说 受到了很多这个大陆这方面的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民意的反弹 同时呢 像这个大陆最近发生了这个疫情啊 这个非 这个叫新冠肺炎的这样一个疫情呢 那发生的时候呢 这个台湾方面 台湾的政府呢 表现得 让大陆的网民呢 大陆的人民呢 非常的受不了啊 比如说苏珍昌第一时间宣称 这个台湾的口罩禁止出口啊 其实呢 甚至包括这个台湾的很多的这个明星呀 那他们呢 自己出钱买的口罩 要寄到大陆来 这个做一些好事嘛 对吧 那个救救救灾 对吧 一起来这个帮个忙 结果呢 被台湾的这个海关呢 给扣押啊 说不允许啊 那另外来呢 就是住这个滞留在武汉的这个台湾人呢 他们这个采用春节包机的形式 把这个台湾人呢 送到送回到台湾去 对吧 结果呢 被台湾岛内的媒体和民进党呢 操弄成了这个 其中有这个飞机上面 有一个是被 后来到了台湾之后 被确诊是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 那他们呢 就操弄成了是中国故意啊 塞了这么一个生病的人在上面啊 等等 反正就是两岸的互信呢 完全都没有了啊 那我刚才描述了这么多呢 实际上在描述一个大的背景 那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正好呢 这个王毅呢 和和这个 凡定刚的外长呢 在慕尼黑 安全会议期间呢 进行了见面和会谈 并且提到了 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 我觉得 我认为啊 那在会谈当中呢 中方还表达了这个 与凡方进一步增进 理解积极互信啊 促使双方互动的势头 不断向前发展 那我们想问这个向前发展 指的是向哪里发展 因为本身两个国家没有建交的话 你说继续向前发展 那是往哪里发展呢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可能中国和凡定刚的建交呢 应该很快就会实现 如果是凡定刚和中国建交 那么台湾目前仅有的15个邦交国呢 就会又少一个 变成14个 而且呢 在欧洲呢 只有这一个国家 凡定刚在和台湾有中华民国 有邦交关系 那如果这个凡定刚和中国建交之后呢 那在欧洲呢 就是中华民国或者台湾呢 就挂邻了 就没有任何的一个邦交关系了 那就现在的两岸来说的话呢 就是其实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大陆和台湾的 就是挖邦交国了 他们认为是挖邦交国 其实事实上有很多 包括去年的 去年的这个 在就是澳大利亚旁边的南太的这些岛国 他们选择和中国大陆的这个建交呢 事实上他不是说中国大陆给钱 或者怎么把他挖过来 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 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那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 你其实换成任何人的话 他都会要重新去考虑和权衡 自己国家的利益啊那在国际之前呢 利益是永恒的阻止啊 没有说其他的呢都往后站 所以说国际关系其实就是一个 颠量和平衡利益的一个关系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这一次的两国外长的会面 是不是就意味着很快能够建交 那我个人的判断呢是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大家的 大家的这个网民朋友们是怎么看啊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那这一期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 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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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